美国卫星在太空中探测到一次核爆炸? 是的,没错 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冷战史上最神秘 也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悬案之一 传番座事件 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卫星探测到闪光的故事 它背后隐藏着大国博弈、秘密核试验 以及一场持续了40多年的全球性谎言 时间拉回到1979年9月22日 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凌晨0点53分 当全世界大部分人都在熟睡时 在南大西洋和印度洋交界处 那片被称为咆哮西风带的荒凉海域上空 突然亮起了两道极其诡异的光芒 这两道光被一颗悬浮在离地11万公里高空的 美国船帆座卫星捕捉到了 大家注意 这可不是普通的闪光 在核武器专家的眼里 这种被称为双闪的信号 就是核爆炸独一无二的指纹 第一道光 极快 极亮 那是核立边瞬间释放的巨大能量 紧接着 由于冲击波的扩张 火球暂时被遮挡 亮度骤降 随后 随着冲击波变薄 内部的高温再次透射出来 形成第二道稍微暗淡 但持续时间更长的光 这种独特的双峰曲线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 除了核爆炸 没有任何自然现象能够模拟 消息传回白宫 当时的美国总统吉米·卡特 直接从床上被叫了起来 你要知道 卡特当时正处于 政治生涯的十字路口 他正忙着竞选连任 而且他一直以核不扩散 作为自己的政治招牌 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 有人在卫星的眼皮子底下 偷偷搞核试验 那对他来说 简直是政治自杀 那么这枚核弹到底是谁放的 是苏联 是南非 还是那个一直处于核武器 灰色地带的以色列 在深入机密之前 我们得先聊聊 这个立了大功的 船帆座卫星 其实 船帆座是一组卫星系统 是美国国防部和 美国原子能委员会 联合实施的 船帆座计划一部分 它由12颗卫星组成 陆续于1963年10月到1970年4月间发射升空 装备有X射线探测器 Gamma射线探测器 中子探测器 可见光敏感器 电磁脉冲敏感器等传感元件 可探测近地和大气核爆炸 在冷战时期 它主要被用来监控苏联 有无违反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核活动 有趣的是 这些卫星竟然在无意中发现了 伽马射线暴 改变了人类对宇宙的认知 所以说 船帆坐卫星的敏感度是毋庸置疑的 回到1979年的那个夜晚 编号为6911号的卫星探测道的信号显示 这次爆炸的当量 大约在2000到3000吨TNT之间 为了确认信号 美国空军立即派出了25架次 WC-135不死凤凰和侦察机 然而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侦察机在事发海域转了无数圈 竟然什么都没捞着 没有放射性尘埃 没有海水的异常波动 甚至连大气中的放射性同位素 1.131都没有检测到 难道真的是卫星老糊涂了 毕竟6911号当时已经服役了10年 为了平息舆论 卡特总统组织了一个 由著名科学家杰克·鲁伊纳领导的调查小组 几个月后 他们给出了一个结论 那不是核爆炸 而是一次动物园事件 鲁伊纳小组认为 可能是一颗微小的流星体 撞击了卫星 或者是有一块碎片从卫星上剥落 正好反射了太阳光 晃了传感器的眼 这个结论一出 科学界彻底炸锅了 美国国防情报局 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 甚至海军研究实验室 都站出来公开反对 海军研究实验室的专家们 拿出了应证据 他们通过全球水下声纳系统 在同一时间 同一地点 确实捕捉到了低频声波信号 这种信号是典型的水下 或近海面爆炸的特征 更巧的是 远在波多黎各的阿雷西伯天文台 在那天也发现 电离层出现了一股 奇怪的行进式扰动 最令人震撼的证据来自于南极 日本设在南极的昭河基地 记录到了震级为 3.1到3.7级的地震波 经过波形分析 这种波形与地壳运动产生的地震完全不同 反而与海中核试验的特征高度吻合 那么如果这是一场核试验 谁有动机 有能力 又敢在那个地方动手呢 当时的南非正处于 种族隔离制度的鼎盛时期 被国际社会严厉制裁 他们急需核武器来保卫政权 而以色列虽然从未承认拥有核武器 但其核计划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根据后来解密的档案 1970年代 南非和以色列的合作达到了惊人的深度 南非拥有丰富的油矿资源 而以色列拥有顶尖的核物理人才 两者一拍即合 搞起了资源换技术的秘密勾档 1975年 以色列国防部长西蒙·佩雷斯 和南非国防部长伯塔曾秘密会晤 南非解密的文件显示 以色列曾表示可以提供三种型号的核弹头 有专家推测 那次船帆座事件 其实是以色列和南非联合进行的一次秘密核试验 为了躲避卫星 他们特意选在了南大西洋和印度洋交界处的爱德华王子群岛附近 那里常年云层覆盖 是卫星观测的死角 但他们没算到 那天云层竟然裂开了一个缝 正好让6911号卫星抓了个正着 2018年两位顶尖科学家克里斯托弗赛特和拉尔斯艾里克德基尔 在《科学与全球安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重磅论文 他们分析了1979年10月在澳大利亚东南部采集的绵羊甲状线样本 结果发现这些样本中含有明显的点131 点131是核裂变的产物 半衰期只有8天 这意味着在采样前不久 南半球一定发生过核爆炸 而根据当时的气象模拟 放射性云团正好在那个时间点飘过了澳大利亚 既然证据如此确凿 为什么美国政府要帮着掩盖真相呢? 这里面的政治逻辑其实非常冷酷 1979年是卡特的灾难年 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 美国大使馆人员被扣为人质 苏联入侵了阿富汗 冷战再次升温 如果卡特承认是以色列搞了核试验 根据当时的法律 他必须立即停止对以色列的所有援助 在那个节骨眼上 失去以色列这个中东最重要的盟友 等于把中东拱手让给苏联 所以真相被政治利益无情地埋葬了 船帆做事件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它成为了以色列拥有核武器的非正式证据 也让人们看到了国际核部扩散体系的脆弱 南非在1994年废除种族隔离后 主动拆除了所有核武器 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自愿契合的国家 但即便如此 南非政府至今仍拒绝承认 曾与以色列有过核合作 这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正耳欲聋的回答 船帆做事件告诉我们 在科学与政治的较量中 真相往往不是被发现的 而是被选择的 即便是在那个技术尚不发达的年代 人类已经学会了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 让一场核爆炸消失的无影无踪 大家试想一下 如果当年的卫星没有捕捉到那两道闪光 或者如果那些绵羊的甲状线没有被检测 这段历史是不是就彻底消失了 在我们的头顶上 还有多少类似的秘密正在发生 而我们却一无所知 如今 那颗立了大功的6911号卫星 早已坠落在大气层中化为灰烬 但它留下的那两道闪光 依然在历史的深处闪烁 它提醒着我们 科学的眼睛或许会被政治的手遮住 但真相永远会在某个不经意的角落 留下它无法磨灭的痕迹 传番座事件虽然过去了40多年 但它带来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大家觉得这起事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是秘密核试验 还是单纯的卫星故障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熟悉我频道的朋友都知道 我一直专注于制作宇宙主题的优质长影片 而且频道更新速度很快 有朋友就问了 哪来的那么多素材及灵感 几乎是每天都在更新 实不相瞒 我一直呢 有在用一款叫Himalaya有声书APP 戴个耳机 就可以在通勤 走路 运动时候 听听我喜欢的宇宙主题类内容 这个给我带了很多灵感 有了灵感 设计主题 然后再搜集 整理 创作 最后展现给大家 对我机频道帮助非常大 另外 个人感觉 还有个特别的妙处 那就是睡觉前必须的听一段 现在已经是不听睡不着了 简直是助眠神器 当然 这么好的APP 我也想分享给订阅我频道的朋友 说不定对你有帮助 Himalaya这个有声书APP 它的优势就是 华语内容很丰富 天文地理历史名著什么都有 而且都是正版授权 制作精良 特别是里面很多科普科幻的作品质量十分高 刚好最近呢 我也替支持我频道的朋友们争取到了专属福利 14天VIP免费试用 一般用户只有7天 这是只给订阅我频道朋友的特别礼遇 怎么操作呢 现在只要点击下方资讯栏的专属链接 就能领取使用名额 你先用14天 如果觉得不合适 卸掉就是 不会扣费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 你就充值继续用